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形成了攻门 今天安炳俊还比较活跃 54场国家队比赛 进了16个球 安炳俊现在在这二连赛 雄本红马效力 这是他第十场国家队比赛 还没有进去 哎 反击 怎么样 来了 干刀了 有了 哎呀 有了 这次进球以后他庆祝了 对 面对韩国队比赛的时候呢 进球展现了个性 但好像球迷不太能欣赏 今天这个庆祝是发自内心的 是的 在防守方面的某一种这个不严谨 你看这个球你要不然你就扑人 他还铲球 这张文昭这次是干的漂亮 是吧 韩世豪两个进球呢 都有共同的特点 在中路接到右侧队友 传中之后包抄大门 一次是打大门左下角 这次打大门右下角 都很清楚 他一边庆祝啊 一边回头看边台 助理裁判 看看是不是有反击的机会 韩世豪内切 走 团大 三打二的瞬间 这必须得没打上 这想自己射门了啊 想自己射 他两个边路拉的还挺开 是的 哎呀 哎呦 这个球外围是想远射啊 但效果不错 后卫蹭了一下以后 到了安宁俊胸口上 用朴明城 看看是不是能置得远一点 打门 嗯 其实今天呢 王大雷还挺忙的 是 也挺忙 四十几分钟 嗯 危险 这是第九十一场国家队主赛 危险 外围远胜 打中了力柱 是偏出 偏出啊 没有打中力柱 十四号江国哲被换下 他是 стр京的 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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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内有六个 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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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区那有六个 王大雷今天扑叫可真个少啊 那oa 这个球从前场丢球 身后危险 又是王大蕾 打得非常清晰 塞得很好 国家队集训 三周多的时间 后点 后点的包抄 应该说这次进攻 整个套路还是打顺 直接打门 这个难度比较大 安敏俊 就剩八个人 对方也上来八个人 这完全是不对的 你八对八这么防 阵地进攻 王大蕾 说得好张义哲 他是你提来了之后 打门 你说王大蕾吗 预选赛 对啊 看怎么打 直接打了 没办法 正式贯 打进了朝鞋队这届都下杯的第一个进球 对 甚至你把这个球啊 要是放到点球点的话 王大蕾可能都有信心去干一下 他也看不见 他猜了对方可能要打右 他只能猜 你看他移动是向右啊 对 结果呢 正式贯这球还是从队友的这个头上啊打进去 这个球他不移动啊 也很难 因为那个人强的占据啊队友的占据啊实际上就是为了挡王大蕾视线 外围又尝试远上还是王大蕾 特冠这一铲啊 投球 球出了底线 好 主代办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上衣 东亚杯第三轮 中国队与朝鲜队是打成了一比一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